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家 老家是指父母过去长期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故乡的家 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老家 接下来的生词是农村 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读一遍农村 如图所示 在中国各地农村的样子都各不相同 西南的农村有梯田 南方的农村是水香 北方的农村冬天很寒冷 而在西北的农村人们多住在窑洞里 接下来的生词是邻居 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读一遍邻居 在中国的农村 邻里关系都非常融洽 常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我们继续学习叙述词 第一 first 第二 second 第三 third 和第十 and tenth 在汉语中 我们只需要在正常数字前加上d 就可以得到叙述词了 这里有三个生词 我们先学习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指的是经济发展后我们积累的财富 it symbolizes development and wealth 绿水青山 green mountain and clear water 这指的是没有被破坏的自然环境 it symbolizes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山清水秀 beautiful mountain and clear water picture skill scenery 意思是优美的自然环境 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 山清水秀 我们继续学习一声词 环境 environment 漂亮 beautiful 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环境漂亮 最后一个声词是 安静快儿 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安静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句型 和好朋友分开之后好久再见面 我们可以说好久不见 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好久不见 例如大卫说好久不见 李大龙说好久不见 接下来我们学习句型欢迎 welcome to 当我们表示欢迎的时候 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完整的句子 比如 欢迎你来我的老家农村 welcome to my hometown the village 请各位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欢迎你来我的老家农村 好漂亮 是非常好看的意思 so beautiful 我们常常在形容词前加上好 it means so 表示程度 请大家跟老师一起读一遍例句 这里山清水秀好漂亮 here is a picture skill scenery so beautiful 多亏了 du to 这个句型 我们可以在后面加上有利的因素 表达因此获得了好处 不如 can I do better than 这个句型我们用于比较 意思是前面提及的事物 比不上后面所说的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遍例句 这里环境很好 多亏了金山 银山 不如 绿水 青山 不仅 还 not only but also 表示一种递进关系 请大家跟老师一起读一遍例句 农村 不仅环境很好 还 很安静 the village not only only has good environment but also is very quiet 我们现在来学习最后一个句型 很高兴认识你 Nice to meet you 当我们遇到了新的朋友 可以热情地对他说 很高兴认识你 例如大卫说 很高兴认识你 李大龙说 很高兴认识你 请大家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很高兴认识你 同学们 学习完生词和新的句型之后 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对话练习一下 大卫和李大龙是好朋友 现在是中国的春节 大卫来中国找李大龙玩 李大龙在老家农村和家人们一起过新年 大卫说 你好 李大龙 好久不见 李大龙说 好久不见大卫 欢迎你来我的老家农村 大卫说 这里山清水秀 好漂亮 李大龙说 现在这里很漂亮 环境很好 多亏了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大卫说 你喜欢住在农村吗 李大龙说 我很喜欢住在这里 这里不仅环境很好 还很安静 大卫说 你们家在哪里 李大龙说 我们家在村子的第一户 马明 是我的邻居 大卫说 很高兴认识你 马明说 很高兴认识你 相信经过今天的学习 大家已经掌握了这个对话 终如前面所说 居住在农村 我们可以欣赏到更美丽的风景 我们的生活也更加安静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在农村 人们互相帮助 热情融洽 此外 住在农村 我们可以更加亲近大自然 在这里 我们可以爬山游泳 踏勤和体验农物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怎么样 生活在中国的农村 是不是和这边不大一样 欢迎以后 大家来中国 除了惊叹大城市的繁华 也要到美丽的农村 看一看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